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闪电看剧 上次呢我们说完了《目光之城》系列 有这么一个作者 他看了《目光之城》系列小说之后受到启发 写出了另类都市爱情小说 并被成功搬上了大荧幕 还一出就出了三部 他们就是《五十度灰》、《五十度黑》和《五十度飞》三部曲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观看一下 这个名字非常拗口的《五十度》系列 镜头一开始 精致的男主在又一天的晨亮之后 穿上了平整的白衬衫 挤好颜色搭配的领带 穿上高级定制的西装 与此同时 土里土气的女主安娜 摆弄了下并不整齐的头帘 在卧室里看着斑驳的墙壁 这一天 学新闻的室友生病了 安娜只好替他去完成一个重要采访 安娜来到大楼里 看着其他精致干粮的女人们 再看看自己的花衬衫 感觉自己的平凡 和这楼里的精致简直格格不入 于是进门就给男主拜了个早年 好不容易坐下来开始采访 安娜又发现自己连笔都没带 要接受采访的男主 非常贴心的 给他递上了笑的整齐画衣的铅笔 从这里看出 男主应该有点强迫症 男主名叫格雷 年纪轻轻 却掌管庞大的商业帝国 他在采访中表示 做生意就是与人打交道 而他最擅长的就是与人相处 安娜问了一句 你是个控制狂吗 格雷说 所有的事情都尽在我掌握 嗯 真是个霸道总裁 安娜紧张的咬了咬笔头 格雷被眼前这个单纯的女生迷住了 越多花些时间与他聊天 甚至还想给他提供一个实习岗位 我严重怀疑格雷是郭静明的粉丝 最喜欢小时代理 人相摔了一跤就得到实习岗位的那个片段 采访终于结束了 格雷给安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过他也清楚 一个是亿万富翁 一个是没有水晶鞋的灰姑娘 两个人不在一个世界 一天 安娜照常在五金店里打工 没想到竟然能再次见到格雷 安娜紧张到嗓子沙哑 心神不宁的帮忙找到了格雷需要的 束线带 胶带和绳子 安娜问了一句 你是做手工吗 那你需不需要工作服 格雷说了一句 不用 我可以不穿衣服 嗯 格雷还给安娜留了自己的联系方式 之后他们一起喝咖啡 一起聊天 不过格雷在了解安娜之后 发现安娜实在太单纯了 格雷对安娜说 我不适合你 所以你还是避开我吧 他到底有什么秘密呢 格雷嘴上说让安娜离他远点 自己却寄来了昂贵的礼物 而且听说安娜喝醉了 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还一把推开了搭讪安娜的男人 之后还把喝醉的安娜 带回自己的酒店悉心照顾 又是果汁又是早餐 给他准备了衣服 甚至控制不住的亲吻了安娜 不过格雷死活不承认自己喜欢安娜 他说自己的喜好很特殊 不适合他 不过安娜似乎想一探究竟 终于在安娜的一再要求下 格雷带他坐飞机 来到了自己的私人小屋 这屋子也不太大吧 只不过是有自己的停机瓶 只不过是有美丽的落地窗 只不过是有超美的三角钢琴而已 嗯 格雷的凡尔赛文学玩得不错嘛 在这么浪漫的氛围下 格雷却给安娜拿出一份合同 约束安娜不能跟任何人提起 关于格雷的一切 格雷还带安娜参观了他的小秘密 这是他的playroom 里面都是有一些让人迷惑的工具 格雷继续说 这里我就是规则 你听我的就会有奖励 相反就会有惩罚 单纯的安娜第一次见识这些 格雷才发现 安娜竟然还从未和任何人交往过 安娜说 这些年我一直都在等自己的白马王子 格雷动摇了 他会是安娜的王子吗 此处省略掉不能播的镜头十分钟 格雷给了安娜完美的第一次 之后就在昏暗的房间里弹奏钢琴 安娜问格雷 总共有几个女生在这个房间里睡过 答案竟然是15个女人 这些女人都是格雷短暂的伴侣 格雷从不陪他们像普通情侣那样 逛街看电影之类的 安娜不同 她不想只做一个奴隶 她也有自己的小脾气 她回家仔细阅读了格雷提供的合同 里面还规定了两人玩耍的极限之类 安娜在认真学习后还提出了修改意见 甚至约格雷正式谈判一次 她的独特让格雷对她另眼先看 之后安娜不知是不是欲擒故纵 她始终没有签那份合同 但格雷已经等不及了 她带安娜来到了playroom 先挑战一下出席难度 其实这已经不是格雷第一次为安娜破戒了 安娜是她第一个带上直升飞机的 也是第一个与之过夜的 更是第一个能讨价还价的 格雷还带安娜参加了自己的家庭聚餐 但安娜要的一直都不是这些 她不明白两个真心相爱的人 为什么要签合同 为什么要玩那些有的没的的游戏 为什么自己连摸一下爱人的脸都不被允许 郁闷的安娜想回到老家冷静一下 但格雷又像影子一样跟了过来 第二天还亲自带她开飞机 安娜从来没有从上帝视角看过家乡 不得不承认 跟格雷在一起惊险刺激 就像这架飞机一样 让人又害怕又喜欢 回去之后 安娜问格雷两人能不能做正常情侣 其实格雷也有自己的苦衷 她的生母是个嗑药的妓女 在她四岁的时候就死了 格雷长到十五岁的时候 还碰到了喜欢虐童的长辈 格雷就像她的名字一样 内心有五十道阴影 她只有在虐待别人的时候 才能获得一丝快乐 安娜说 那你就把这些阴影都展示给我看 我想要理解你 格雷犹豫之后还是照做了 她在playroom里狠狠地抽打安娜 安娜哭了 但更令她寒心的是 她的眼泪给格雷带来的不是心疼 更是快乐 安娜告诉格雷 她已经彻底地爱上了她 但是她决心离开 格雷看着安娜的背影 不受控制地追过去 安娜严肃地制止了她 他们最后一次 倾见了彼此的名字 电梯门关上了 格雷又做噩梦了 小时候受到的那些摧残 即使她长大了 仍然在夜里重新折磨着她 而安娜离开格雷之后 开始了新生活 她找到了一份热爱的 在出版社的工作 她的上司名叫海王 对安娜不错 也非常照顾 安娜本人也越来越精致 完全不是之前那个小土妞了 一天 安娜来看她朋友的摄影展 里面有很多她的照片 朋友告诉安娜 这些照片已经被一个神秘买家全部买下 安娜一听 心里早就猜出那买家是谁 果然 格雷重新出现在她面前 她看起来憔悴不少 说话温柔了些 她告诉安娜 她正在努力改变 为安娜而改变 她保证这次再也没有规则 没有惩罚 没有秘密 安娜给格雷一吻 两人正式复合 之后几天 安娜和格雷都像正常的情侣一样相处 他们一起逛超市 一起晚餐 一起度过浪漫的夜晚 安娜把格雷介绍给自己的上司 格雷说 你好 我是她男朋友 海王笑着说 你好 我是她老板 这句话让格雷很不爽 立刻决定买下这个出版社 她要做老板的老板 看来她之前那个霸道总裁的性格 还是一点没变的 另外 一个神秘女人找到安娜 之后还一直跟踪她 她出现在安娜的工作地点 约会的地方 甚至出现在安娜家里 安娜有点吓到了 而女人的第六感告诉她 这个女人应该是格雷以前的受虐者之一 格雷拿出一份文件 说这个女人名叫丽拉 格雷的私家侦探一直在暗中观察丽拉 发现丽拉的精神不太正常 安娜愣住了 你也派人跟踪过我吗 格雷犹豫了一下 拿出了更厚的一点文件 那是关于安娜的信息 安娜非常生气 格雷不仅要当她的老板 还派人监视她 这不是情侣关系 这是从属关系 她只想要正常的恋爱 就那么难吗 还有更烦的事 当格雷只有15岁的时候 她妈妈的一个朋友 林肯女士 曾经诱导她上床 还带她玩一些极限游戏 让格雷性格更加扭曲 安娜发现 格雷跟这个林肯女士 仍然有生意上的往来 甚至还是朋友 而且在私下里找到安娜说 格雷不需要什么伴侣 她需要的只是一个受虐者 你做不到 你就应该离开她 林肯女士的话 让安娜心烦意乱 为了缓解她的情绪 格雷带她到游艇上过夜 上一集格雷带她开飞机 这次安娜又体验了开船 身边这个男人 真是让人又气又爱 安娜又来到那个红色的playroom 她真的能做好一个受虐者吗 一天安娜正要下班 她竟然遭遇职场性骚扰 上次海王对她动手动脚 安娜害怕的跑出门 幸好格雷就在门口等她 之后海王就被炒了鱿鱼 第二天 由安娜代替海王 开重要的部门会议 她的能力也得到了 公司其他人的认可 安娜就这样 顺理成章的坐上了海王的位置 当晚安娜和格雷打台球庆祝 嗯 当然台球桌也可能有一些 其他的用途 正当安娜以为生活会走向正轨的时候 丽拉又出现了 她掏出手枪 罩着后面就是一枪 安娜吓坏了 幸好格雷及时赶到 在格雷的命令下 丽拉像狗一样听从指令 安娜看着跪在地上的丽拉 难道这就是安娜未来的样子吗 她一个人在大雨中走了好久好久 她再一次想到要离开格雷 但这次格雷直接跪下了 一直都不让安娜碰的格雷 突破自己的底线 让安娜抚摸她伤痕累累的胸膛 她跟安娜说 我想把自己完全交给你 嫁给我吧 安娜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第二天格雷出差 开飞机的时候 飞机竟然冒着黑烟从天上掉下来 安娜听说之后紧张的全身发冷 幸好格雷还是安人无恙的出现在她面前 当晚安娜送给格雷一个礼物 背面是一个亮闪闪的yes 她答应了格雷的求婚 在格雷的生日宴上 在众多亲朋好友面前 格雷表示 死里逃生的她更加发现 要珍惜眼前所拥有的一切 同时她也宣布了要和安娜结婚的消息 安娜收获了大家的祝福 格雷单膝跪地 安娜伸出手 一颗钻石 把两人的余生紧紧连接在一起 外面亮起了绚丽的灯火 相爱的人靠在一起 不过 阴影中 那个被安娜顶替掉的上司海王 默默抽烟 仿佛在策划的什么阴谋 我将会无条件爱你 把我的全部都交给你 直到死亡 把我们分开 安娜和格雷在众人的见证下结为夫妻 说实话 伊万富翁的婚礼让我略显失望 最喜欢的婚礼还是目光之城男女主那个 详情请参见闪电之前做过的视频 格雷把安娜抱上飞机 两人的蜜月开始了 各纪院 卢浮宫 凯旋门都见证了他们的甜蜜 最后他们来到沙滩 安娜不听指挥脱掉上衣 当晚就受到了主人的惩罚 另一边 有人暗中窃取格雷公司的信息 还放火掩盖行踪 安娜一眼就认出了 那人就是海王 也就是上一集 因为性骚扰被解雇的那个 格雷说 就连上次的飞机事件 也是海王动了手脚 两人紧急回家 你以为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在等着他们吗 嗯 不 并没有 第一天 安娜收获了两个保镖和一个管家 第二天 她的出行俨人 依附格雷夫人的架势 更可怕 安娜又收获了一个大城堡 作为新家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不要再瞧不起 霸道总台爱上我的剧情了 遇到这样的霸总 安娜彻底从灰姑娘变成公主 而且她的整个人气质都变了 面对给老公暗送邱伯的美女 几句话就打压了她 之后更是开跑车 一记绝尘甩开了自家保镖 他们发现自己被别人跟踪 安娜甚至甩掉了跟踪他们的车 乡车果然还是跟美女是绝配呀 刚刚经历了追车大战的两人 在车里放松一下 一天格雷去出差 安娜和闺蜜又去喝酒了 回到家有点晚 到家之后被埋伏的海王抓住 幸好两个保镖及时出手 安娜没什么事 但不听话的安娜让格雷很生气 当然了 每次两人有不同看法的时候 他们总有自己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安娜不想自己总被格雷关着 于是格雷找了安娜的闺蜜 大家一起去度假 风景太好了吧 但安娜还是做噩梦了 梦见海王来找他们 之后他们就开发了 冰淇淋的新使用方式 之前由于绑架安娜被捕的海王被保释出来 他给安娜一个意味深长的笑 安娜看了他就想吐 他果然吐了 他得到一个震惊的消息 他怀孕了 不过格雷好像并不开心 他责怪安娜没有做好保护工作 事后几天都没回家 安娜更是发现 格雷又跟林肯夫人联系上了 安娜非常失望 他把自己锁在playroom里待了一夜 海王出狱后也没闲着 他绑架了格雷的妹妹Mia 他还给安娜打电话 让安娜立刻给他准备500万现金 要么就撕票 安娜按照海王的要求 避开自家保镖 带上家里的备用枪就出门了 他去银行拿走那么多钱 格雷以为安娜要离家出走 但安娜受到海王的威胁什么都不能说 幸好格雷很快发现他妹妹失踪了 安娜很聪明地藏起了自己的手机 让格雷就可以追踪安娜的手机信号追来 安娜见到了海王 海王认为是安娜毁掉了他的生活 他愤怒地踢了安娜的肚子 安娜勇敢地掏出枪 击中了海王的腿 之后就晕倒了 而此时警察和格雷及时赶到 格雷的妹妹安全了 安娜也被送到医院 安娜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 肚里的孩子还在吗 格雷告诉他孩子很好 他终于放心了 格雷握着他的手说 我想要和你一起抚养这个孩子 看着格雷眼泪汪汪的样子 安娜原谅了他 还帮他打开心结 让他知道自己能做个好爸爸 安娜看着弹钢琴的格雷 想起两人的初次相遇 那个突然的摔倒 那个两人的第一次接触 第一次参加家庭聚会 第一次坐直升飞机 安娜曾经光脚站在格雷的脚上 他单膝跪地 他为他戴上戒指 两个人一起玩羞羞的游戏 这一幕一幕都是两人相爱的证据 几年后 第一个小儿子摇头晃脑地跑过来了 安娜的肚子又高高隆起 看来家里会越来越热闹了 这就是他们的故事 好吧 我承认 我对于50度的系列解说呢 可能会让一部分人失望了 因为这里面 我并没有剪出那些 令人期待的血脉喷脏的画面 对我来说 那些画面只不过是噱头 拿掉之后 这仍然是一个王子 爱上灰姑娘的故事 格雷的内心是个缺爱的大男孩 童年的创伤扭去了他的性格 如果不是碰到安娜 他可能会在变态的路上越走越远 幸好 安娜那一跤摔进了他的心里 两个人在互相理解 互相磨合中彼此适应 安娜也在格雷的保护下 完成了从有点怯懦的懵懂少女 成长为有魅力的女人 再到勇敢坚强独立的母亲 而且虽然他很爱格雷 但一直保持自我 没有因为爱而言听计从 也没有因为钱而不去工作 正是现在流行的 现代独立女性价值观 家庭事业全部物 在外霸气女领导 在家性感小野猫 这大概也是所有男人心中的女神了吧 从小说的销量和电影的票房来看 尽管《五十度》系列被骂剧情太扯 仍然拦不住大家的喜爱 《五十度》系列小说 目前全球发售量超过一亿本 数量远远超过《目光之城》系列 三部电影至少十亿收官 尤其是第一部上映的时候 据《五金店》爆料 那段时间绳子的销量是最好的 看来大家骂归骂 身体还是很诚实的嘛 好了 本期的电影呢 我们就先聊到这里 同样都是霸道总裁爱上我系列 你是喜欢《目光之城》 还是喜欢《五十度灰》呢 请给我留言说说你的看法吧 也不要忘记关注我 打开提示小铃铛 我们说好一起追剧 一起看电影哦 对不起 你 中文字幕——YK